那时候 耶稣从哥法翁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碎关那里坐着 名叫马豆 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内做席时 有许多碎吏和罪人 也来同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法利塞人看见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 为什么同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喜欢仁爱胜过际限 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造义人 而是来造罪人 我喜欢仁爱胜过际限 我喜欢仁爱胜过际限 我喜欢仁爱胜过际限